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段偶遇张杰·谢娜楼顶六娃的视频 网友表示在小区几乎没有见过这么有爱的画面 张杰和谢娜在上海的豪宅也因此曝光 据悉两人的豪宅是在汤城一品 这上海最贵最好的高档小区 谢娜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透露 自己在上海并没有买房 所以一家四口是在上海租房住 据说一年的租金就超百万 很多网友在上海的小区 没有看完后都沉默了 好奇为啥谢娜宁愿一年掏百万租金 也没有想过买房子住呢 其实在明星中租房住很普遍 迪丽热巴就是租房大军中的一员 她成名后就一直住酒店 因为她说自己不知道将来在哪定居 或许对于明星来说 租房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 不住了就可以直接走人 不用有什么牵挂和顾虑 虽然租金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很高昂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就是九牛一马 你对明星租房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答案吧